那么这里我们就讲最后一个都编写FX 讲完它之后就剩效果器了 这个也同样作为子机去使用的 你可以随便创建一个东西 就是创建一个圆环 然后咱们按Shift键添加它作为子机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调它的一个属性了 那么第一点就是它的模式这里 我们可以先不中去改 包括它这个保持平和着色 现在去开启关闭它没有用的 你需要在这里进行调整之后 你才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例如说我这里去给它旋转一下 就像这种像零片一样的效果 我再去开启它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保持平和着色标签的作用 其实这种开启它之后 我们平和着色标签就还存在它效果 关闭之后它其实就消失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作用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对它进行 这个各种各样的调整 其实就是通过它本身每一个片给它单独分开了嘛 就很好理解 例如说我这里创建一个圆环 然后把它给C掉 选上它所有的面 属标键 把它这个断开连接的保持程度给它关掉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它每一个面就分开了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你去做东西的话呢 你还需要再给它来一个这个分裂 然后再去给它添加 比如说我这里加一个随机什么的 这么着去控制它就很麻烦啊 就这种模式的话 就说把这里去改一下对吧 然后这么着呢 去做它这些动画的效果等等的 非常的麻烦 但是如果说你这里使用这个多边线FX的话呢 你就会很好控制一些 就你直接在这里控制就好了 就特别的方便 然后刚才我们那个呢 就是我也去说一下 就为什么说这里边它没有炸开呢 就是因为咱们分裂这里边 你要给它改成这个分裂片段就可以了 然后改成分裂片段 刚才这个好像是效果器丢收的 再去多撤回一步 就是我既然去给大家演示嘛 就演示全面 看其实就这种效果 然后它这个位置偏有点大 其实我就跟大家说 它就跟这种效果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里给个造播吧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开一个旋转 就一些很有趣的效果哈 你就可以这么去完成 但你其实可以看到 就我为了做这么一次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整 但如果说你用这个多边线FX的话 去完成这种效果 你就只需要说去给它 跟刚才的步骤一样 直接添加一个随机就好 你不用说给它来个分裂 什么去继承它这个效果了 你直接就可以实现的这个效果 同样的 我给它一些参数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好我们播放一下 对吧 它其实效果是一样 但这样操作就简单很多了 并且它这个可控性也是非常强的 就它专门针对于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调整这个外轴的方向 Z轴的方向 以及它的一个这个缩放都可以控制 然后这里还能控制它一个权动 然后这里边可以放置效果器 咱们刚刚不已经放着了吗 可以在这里控制它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强度 就是我们这里添加什么 它这里就是什么东西 然后以及呢 这里还有个衰减 衰减的话跟刚才前讲的一样 你还可以用线性 做些这种特殊热的这种效果 例如说有一个什么生长动画的吧 然后这边还慢慢生长过来零片的感觉 其实就这种思路 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 我觉得分段可以再高一些 比如说给个100 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更加的帅一些 我放一下 然后这个随机的参数可以再大一点 然后每一个都给它旋转一个30 是吧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动画 这么着去调整它 然后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刚才咱们没说到的属性 就是这个模式它不是两种模式 还有一个部分面 那这个部分面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跟这个整体面 它之间会有区别 你看整体面有时候我们做的东西 它会连成这个样子 但如果说部分面的话 它这里就是单独分开了 就它跟这个效果它单独分开的 不是说像这个整体连在一起的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理 但它有特别有趣的东西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去重新做一下 例如说这次我们之前用的是模型 对吧 那这次我就用这个样条线 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我做一个这种 什么切火腿肠或者切黄瓜之类的效果 随便画一个路径 然后呢 创建一个圆环 对吧 那正常大家可能想到 就这么要做扫描 但是咱们这张做完扫描 它如果连成了一条线 那如果是我想它每一个线段都是分开的话 除了就我们去给它分裂开之外呢 还可以使用到这个多边线FX 作为它自己去使用 那么这里呢 刚才我们除了讲了 它可以让它使这个部分面分开或者连接 同时它还可以以样条的形式去承接它 改成样条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扫描 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那它每一个呢 其实就会分开 你这里可以去调整它 看到没有 它每一个都分开了 但现在呢 可能就分开的不均匀 你可以把样条线这里改成一个统一 它又会比较均匀一些了 然后可以去增加它的一个数量 好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控制它当前位移的一个位置 你看这样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种 像这种切片火腿 切片黄瓜这类东西 你还可以去给它做一些旋断的 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玩 特别的有意思 好 然后这里呢 后面还有这个效果器什么的 觉得这个东西就不用多说了 你可以在同样的方法 比如说给它配一些公式 什么的 做些这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缩放的话 就不用去给它了 给它一点旋转就好了 做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配合这里边 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衰减 比如说来一个这种线性的衰减 把这个线性的方向呢 给它转一下 好 去对它进行调整 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当前改的它都变成FX的 所以这里它没有用的 你要改的是什么呢 改的是我们这个公式 这里边 把它改成一个线性 那你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效果 我们把它放大一些 就它放大 它经过这个范围呢 就是我们影响到的一个范围 然后之前呢 这个呢 可以去把它这个给它关闭掉 对吧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效果器呢 对它造成这样的一些影响 这种动画的影响 其实就跟赛列克很像 但如果说你这里 你不使用的是这个部分样条 你使用的是分段 那么它其实就是这种效果 它对于样条是没有这种支持的 OK 然后你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思路呢 去玩一些 很好玩的东西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去试一下 然后你还能在中间再穿一个线 对吧 像被这种切开的感觉 又连连在一起 好 那么这一课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咱们下一个课见 拜拜 咱们下一个课备 咱们下一个课程 谁就讲到自己 new 你只能够 感谢 osos